我是一个朴系男 关于找对象这个事 我一直都有一种莫名的自信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认真地追求过某个人 所以每次表白失败都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两个人最终在一块 要么是相互吸引的 要么是经过没人介绍 像舔狗一样追到的爱情是不平等的 当舔狗着实也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 这个快时间了 实际了我2月8号 我2月28号之间的现在3月8号 李慕子是一个在富士康打工的女人 算是我的一个同事 作为同事我来医院照顾她一下 应该不过分吧 根据我的经验在富士康工作的姑娘 一般的干个三五年 攒点钱就提同跑路了 要么回家嫁给一个比较上进的有钱人 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 要么就是继续在深圳打拼 接着过苦哈哈的生活 我认识的那些女生人生轨道大概都是这样 但是李慕子是为数不多的回家结婚之后又跑出来打工的女人 今天是她出院 我来接她 你现在骑不了车是吧 对是不是奇怪车了 你看我现在买了新车 我买了新车啊 那我给你带回去吧 现在东西这么多东西这么多我帮你拿上去吧 不用我吃了啊 你帮我放在这路边就可以了 我待会儿再去 哎呀哎呀 我给你拿了一下没事没事的没事的 我又来到了林不子住的地方 他的房间依然是两年前的那个房间 阳台依然是两年前的那个阳台 好像这两年大家除了年纪大了一些之外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改变 呃也有一些改变 就是我比之前更落魄了 我给你送回来你怎么报答我呢 请你吃了饭吧等会儿 好吧 可以啊那也没问题 哎你这边有腊肉跟腊肠啊 你这边腊肉能给吃点 可以 你贴一半走吧 毕竟我也从老家就只淡了这么一点 我这么说是不想别人觉得欠我人情 我也不想欠别人的人情 所以每次我帮了别人的忙之后 就会马上要回报 对我来说互不相欠 总比纠缠不清要好一些 我之前有一个女朋友 她跟你的名字是一样的 她叫杨艳丽 你叫李艳丽是吧 你说是不是很巧 这是不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缘分 这拿你来的缘分 这个世界上同名同姓的都乱去了 李木子原名叫李艳丽 我之前有一个前女友叫杨艳丽 当时杨艳丽也不叫杨艳丽 他叫杨雪西 现在的李艳丽也不叫李艳丽 叫李木子 这个世界上叫艳丽的人可真多 呃我都遇到了两个 你平时的时候会在这里找工作吗 不会因为我现在有工作 给我没工作了再说吧 我拧螺丝拧的特别好 四十三十 我在工厂里打螺丝打的特别好 那你现在不是没挡的吗 他打了十刀了 担交的吗 是不是你欺负他了 我不欺负他 我跟他没啥关系的 他自己那个自己去医院做手术的 你看美女长得漂亮 其实我觉得我还挺优质的 你可以考虑一下 怎么讲你想去你哪里优质 你有钱过 你养的习我做 应该在富士忠有很多规避吧 应该有你很多女性朋友吧 你可以介绍给我 介绍给你 因为我是想多认识一些朋友 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我要锻炼一下自己 你是想多认识一些女性朋友啊 对 要通过一下自己的舒适圈 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我把他们介绍给你干啥呢 我怎么跟他们说呢 说给你们介绍个对象 不是你说我给你们介绍 一个非常优质的男人就可以了 关心说我们我们在朝里面 大部分都是结了婚的女的呀 那结婚也无所不要 我觉得理由可能会离婚一下后边 那不是你你不是也离婚了吗 你看到这里 很多人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普系男 明明那么普通 会那么自信 跑下头啊 挺有意思的 换个角度讲 就是说明明我都这么普通了 为什么我还不能自信呢 我活着就是为自己活着的 又不是为别人活着的 我从来都不会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 我就是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自信一点 不自信的男人很难在世界上 爱情上这些地方获得成功 你们听我一句劝 从今天开始做一个普系男 我请你喝点水吧 说面你干 你干吧 我不喝 我回家喝 我回家喝 我请你喝一个柠檬茶吧 就前面那里有一个 有一个非常好喝的柠檬茶 请你喝一个吧 不用了 大家都是穷逼 别破费了 别花这个钱 省点吧 我不我有的是钱 我要开个婚姻介绍所 你要不要投我一点 我刚不说了 不投没钱 只能把我自己投进去 找你的客户 你给我介绍个对象 以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你还可以找我啊 好 没事 你不要太客气了 好 行吧 那你回去吧 我也回去吧 那走了 以后真的有事 一定要找我帮忙啊 好 拜拜